但我問民調寫只有44%的人認為您會選總統 那您怎麼看這樣的數字呢 因為柯正認為說民調不是唯一考量 應該要綜合評估 謝謝大家的鼓勵 最主要我這一輩子守護中華民國 讓人民能夠在這塊土地安心安全 不斷的往前走 這是我這一輩子的職志 我永遠不會忘 所以任何的面臨國家需要我的時候 我都一定會勇敢挺身而出 我這一輩子從事打擊犯罪 從基層到當警政署長 打擊犯罪不但不分國界 更重要的不分你我上下一心 全力壓制犯罪 尤其台灣很小 打擊犯罪都是我們身為 不管是在中央在地方 都一定要通力合作 沒有分彼此 我在第一個時間 警察局就快速給我報告 我就已經下令 全力壓制犯罪 絕不寬待 尤其不要因為頭暗 心呼後面的幕後犯罪集團 一個都不能放過 市長怎麼看說昨天引落地的時候 這個淡水就發生民宅的火禁 然後今天上午好像土層也有槍擊案 在昨天大概將近12點的時候 我接到這個新北市消防局的報告 我在第一個時間立即指示消防局長 還有副市長以及在現場救災的同仁 趕快迅速地理解整個救災的過程當中 所有的傷者跟往生者 我們如何照顧好他們 也要他們迅速調查起火的原因 所以從昨天晚上12點到凌晨3點 我都密切跟新北市的火災 以及相關新北市政的議題 做了充分的掌握 所以大家放心 我雖然人在新加坡 我還是心記著新北市的大小事 我們一切大家都會同力合作 讓新北市的安全能夠做好 所以我們副市長已經做了關懷 也做了為更重要的 在後續的相關議題上 要做好妥善的處理 在疫情輸完以後 台灣面對疫後的 不管在經濟 產業 甚至國際情勢上 都面臨很大一個挑戰 所以新北市為台灣最大的城市 我們當然不可能自身於國際外 我們必須要創造更多的條件 新北市要躲出去 要讓台灣也被看見 重視中華民國 尤其新北市長期以來跟新加坡 有非常密切的往來 我們不管在城市經驗的交流 以及都會的治理 我們都做長期的一個合作 當然新北市就是一個多元文化 族群環境共有的地方 也是台灣的所有 中華民國 其實跟新加坡有很多相似的地方 它不但有歷史的軌跡 也有族群融合 更在國內外部的所有情勢上 大家都有一樣的情形 所以中華民國跟新加坡 在整個交流的過程當中 足得我們很多管施跟借鑑的地方 所以這一次我們的出黨 最重要的是以深化關係 創造對話開放心情 為我們最大的核心目標 讓我們新北市與國家 人民的利益為最大優先的考量 我們要看到新加坡 新加坡有很多的長處 新加坡的面積輪廓 可能不是大國 但是他們在國際金融 外交實力的展現 就像大國一樣 具有高度的影響力 除了這個部分以外 在經濟產業的實力上 建過成新加坡為一個安全的保額 也讓全世界不可能忽視 新加坡在國際上的地位 這些都是值得我們去做好借鑑的地方 尤其我們國家現在面臨外面的情勢 內部有相對的挑戰以下 每一個人每一個城市都要扮演 國際外交的角色 讓多邊友好的關係 能夠友邦陸營 讓我們國家被看見 所以這一次雖然是以城市外交為主流 但是確實要讓大家 因為新北市的努力 扮演中華民國更好的關鍵角色 這是我們的責任跟義務 所以我們不但會主出去 更重要的 我們要讓中華民國 再次起飛 就從新北市做起 我們會繼續努力 繼續加油 好 謝謝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 市長今天下午又要出訪了 心情怎麼樣 有沒有可能見到新加坡的高層 像是易賢隆等等 而且今天是工作到最後一刻 市長看起來蠻累的 謝謝 沒有啦 其實我的工作 平常就是比較多 這段時間謝謝大家 其實我們的行程 市政的行程還是不能停歇 所以今天我的市政的行程 還是蠻多的 所以我覺得市政還是 反而反在地的最危險 那新北市是一個 國際的一個大成績 那新北市在 以後經濟的發展 我們要跟國際接軌 外也要互相來學習來參與 那新加坡在整個國家的治理底下 其實它的經濟 產業的發展 是全世界當然可以看不見的 不管是它的金融 科技產業 甚至包括它整個人才的 學藝輕人創業 都值得我們很多接近的地方 那新北市在一個大城市的一個永續 以及我們多元族群的環境底下 可以跟新加坡大家彼此互相互動 讓新加坡也能夠多多了解新北市 趁這個機會讓大家看見世界也能夠多認識台灣 讓我們自己非常有自由性的走進去 那其實我們跟新加坡這些所有公司部門 我們都有長期的護航也有長期的交往 所以到新加坡其實我們都非常熟悉 那未來在整個發展上 我相信藉著這一次的參觀 我們會跟他們不斷再做借接 也利用這個機會到新加坡去了解 關心我們的國人同胞們 在新加坡的創業 以及他們的工作機會 還有哪些新型的科技 可以進到台灣來投資跟策略的工具 這也是我們都要去談的 所以這一次我非常謝謝 我們青年創業也好 文化創業 包括我們的這個科技 還有這個經濟產業的形勢看 我們都已經謝謝 這個新加坡也有做了一些妥事的安排 讓我們四位努力所長 都會跟他們做好借接 然後大家一起在努力合作底下 希望新北市的國際化展現的力量更任性 那市長選在新加坡是否會針對 台灣的國際情境發表言論 那市長兩岸論述會是說的 其實台灣的國際情勢 我們大家都很清楚 我們有地人政治的關係 那也要扮演台海區域的穩定 那這些穩定也是有關整個東亞地區 甚至印太平洋 整個連線上所扮演的一個關鍵的位置上 那這些我們都很清楚的了解到 那新加坡在整個國家的發展上 他們非常有自信 自立也自強地往前走 其實我們可以藉這個機會 所以大家按個面聊一聊 那希望我們在整個全球化的過程當中 我們都要扮演 我們要有信心跟大家借接 而且是能夠穩定一個區域的 一個很重要的一個角色 對這一次我們會把它們發展 如果其實不可以發展 我們會在這裡 那麼多多在一起 我們會記得 我們會 下次見 我們會 我們會 我們會